飞着两根线收500的手工费不过分吧 这期视频盘着台iPhone 13 收到机器的时候它就是这样子了 同行故障描述装了CPU之后 它的电流反应就好像上层的电流 0到80来回跳 原来CPU上面掉了一个点 这个点已经被处理过了 封了绝缘的旅游 打开点位图本想看看CPU上面是否有其他角色相通的 想偷偷懒 但看了几个不同品牌的点位图 通网的线路都不一样 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直接拿拆机的CPU IC自己测量 发现这个点CPU上面是不通其他角的 主板上是相通的 不管了直接开干 先把绿油刮开 检查这个角有没有碰到别的线路 或者是接地的情况 刮开了绿油之后发现有点不对劲 线呢 线头去哪里了 只能又拿出拆机的CPU 在这个角把表面刮开 找出线路的走向 找到线路的走向了 但看回原本的CPU 这线头不见了 把上面的点刮开 把断了的线头找出来 再肥线修复 先上绿油绝缘 把锡脱干净 清干净汗油 又开始挖呀挖 把线挖出来了 给线头上吸 接下来就是飞线 用热风枪把线焊上去 焊上后用洗板水清洁焊油 同时也测试这个点是否稳固 确定了线稳固 上绿油绝缘 固定了这根线 还要把刮掉的点 也要飞线修复 所以把下面的线 尽量刮薄一点 方便修复 再上绿油 把多余的绿油清干净 再继续刮薄 预计好线的长度 把多余的线切断 开始打圈 来个正常打圈的速度 打圈完成后上绿油固定 刮开圈上的绿油 准备对另外一个脚进行修复 为了保险起见 对修复的脚进行组织测量 组织正常了 重复刚才的步骤 给点上吸 热风枪焊线 清洗 上绿油固定 切线 打圈 再上绿油固定 刮干净多余的绿油 欣赏一下修复后的效果 在飞线的过程 看到旁边的玻璃IC有点破损 为了安全起见 把它拆掉 上绿油绝缘 给CPU直锡 很多同行朋友都问我们 用什么锡给CPU和中层直锡的 我们是用高温锡 200度以上的锡 这样确保修复后不容易出问题 安装好CPU等主板冷却 单上层开机测试 现在完美开机 接下来使用测试架 上下层贴合 开机测试 确定基带和WiFi 可以正常工作 测试正常后 给主板下层直锡 贴合上下层 给下层吐着一个导热硅枝 我们就不拍了 直接贴合 贴合好之后 我们就安装到壳上面去开机 测试功能 飞着两根线收500的所供费 不过分吧 好 这一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还有更多的维修视频跟大家分享的 下个视频就见 拜